環保要從做好回收開始 請問寶特瓶要怎麼樣做回收呢 A 蓋子丟掉 瓶子回收 B 蓋子瓶子拆開回收 C 蓋子跟瓶子一起回收 來 計時開始 我覺得蓋子瓶子拆開回收 我回收的時候是這樣子 站在回收筒前面把蓋子轉開 然後壓扁之後把寶特瓶的投進去 那這蓋子要去哪裡 丟掉 垃圾桶 就丟垃圾桶 因為他們兩個的材質是不同的 所以應該要分開 我是有分開 所以你會把蓋子丟掉 對啊 還是分開回收 我會分開回收 蓋子要回收嗎 蓋子我丟掉 那就是一起回收了吧 沒有 一個是垃圾桶 一個是回收 所以你覺得蓋子是垃圾 可是我有時候會把它轉回去 可是我蓋子會丟塑膠耶 塑膠類回收 對 那就是分開回收 寶特瓶是寶特瓶啊 塑膠是一個塑膠 所以你講的東西 比較符合第二個嘛 蓋子瓶子拆開回收 對 可是蓋子是不是沒有用啊 但是它也是塑膠 它還會回收 塑料 5 所以到底蓋子要塑膠 還是蓋子要回收 回收 你覺得蓋子要回收 對 1 請下 所以你們答案是 好吧 蓋子要回收 蓋子瓶子拆開回收 就是B嘛 對不對 我覺得蓋子是垃圾 怎麼回收的 馬國畢 畢哥 我也會選分開 就是會拆開各自回收 寶特瓶歸寶特瓶 然後蓋子就是塑料 它有塑料的回收 寶特瓶也是塑料啊 沒有...它寶特瓶 它會做另外一種回收 它要壓縮什麼的 好 所以蓋子瓶子拆開回收 對或錯 非常快 又贏 又贏喔 就像我講 我們喝完就丟進去就好了 你們都不能激活一下嗎 你們不能好好做一件事嗎 明明就要專業得這樣 這樣好不好 我們可以一起丟 根據新北市政府環保局表示 寶特瓶使用後 最正確的回收步驟是 简易的沖洗 壓縮寶特瓶的體積 然后栓回瓶盖 就把它压缩在栓回瓶盖 这把它转回去了 百分百的优秀的 就是要使干净 由于保特瓶回收业者 在粉碎后 使用水分离 区分不同的材质的瓶盖瓶生 进入水中之后 密度较大的瓶生会下沉 密度较小的瓶盖会漂浮 如此就会这样区分开了 它怎么觉得你锁那么紧 它可以区分 因为它溶掉了 对 所以那个就溶掉之后 那瓶盖就浮上来了 就气氛的开了